原标题,安徽富阳施反学院多名学生已被映蔽触气枪打伤,警方介入调查。 近日,安徽富阳施反学院有学生向澎湃新闻,www.spaper.cn反映,在富阳施反学院西湖校区体育馆西北角和南侧发生多起不法分子用一丝气枪打学生的情况已有多位学生因此受伤。 11月13日下午,富阳营州公安分局工作人员称目前该案人在调查中如有情况会及时通报,富阳施反学院学生向澎湃新闻反映,富阳施反学院西湖校区体育馆西北角和南侧杂草丛生隐蔽,是学生去美食广场的必经之路。 连日来,多位学生被从隐蔽处以四用气枪射来的子弹打伤。 学生提供的照片显示,两名伤者腿部均有弹孔型伤口,伤口较深且有出血现象。 除此之外,微博at富阳校园于11月9日发布的消息称,有学生称从大润发返回校门的途中,被一四钢枪打伤,之后步伐分子还在隐蔽处放了两枪。 还有学生被车内射出的子弹打伤,伤势比较严重。 11月10日,银州公安分局官方微博at银州警方在现在富阳校园发布的消息下留言。 撑接保安后,警方高度重视,目前正在开展工作,争取尽早破案。 此外,富阳师反学院新媒体工作室官方微博曾于11月6日晚9点多发布提醒称,体育管西北角的汉南侧最近尤为谢南汉用气枪。 当诸商学生情况由于杂草丛生隐蔽,并且是学生去美食广场地经录,很容易成为犯罪分子不安定因素,有事情去那里的话,请尽量走天桥。 11月13日,银州公安分局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目前该案仍在侦破中,如有消息将及时通报,责任编辑贵墙。